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想在一個廢校荒廢的課室裏展 我記得 記得 記得 我覺得你當時很厲害 我們當時感到後繼有人 後繼有人 因為我們其實用藝術 很多時候去為弱勢社群發聲的時候 為何來來去都是那幾個人 或者不是太多人去參與 尤其是年輕人 所以當時認識你們 看到你們做的事情很綺麗 很美 很好 很有安排 那時候真的覺得很安慰很安慰 那不如我們就回到香港吧 好啊 其實我和一些朋友都有去看幾次 看那個萬年重生的節奏 大家都會覺得是非常香港的 所有東西都很香港的感覺 你說你想拍九七前後的一些小人物 在那個大的玫瑰的論述 小人物的生存狀況是怎樣的 我覺得那些是很看得出來的 是人的 最主要是一個人的 但我自己就 即我一向是很喜歡空間的 或者很關心城市空間的 所以我都會看一下背景 即我刻意留意那個人 背後的城市是怎樣的 我想你也知道的 就是我一直以來很喜歡很喜歡那一輯相 就是 《沒有分算的城市》 那一輯就只是 沒有人 變成了主要是拍攝風景 拍攝城市空間 我想或者從上次展覽我批上去 那裡開始講起 即是說 我猜到九七前後 那些人都會講很多人 講身份 但是慢慢又會混合一些 去講身份又和空間 城市的關係是怎樣的 我馬上想起 即是當時很多人就講 九龍皇帝 是 就說他那些 他那些 司法就很代表 那時候香港 在公共空間裏面的 一個 好像一個私人空間 將它變成 所以大家既留意到這個人 留意到他的創作 但留意到他其實在哪裡畫 是 那樣東西我覺得是 兩樣東西都觸碰 可以 又是那個地方 又是那個人 我想問 例如對於你來說 周圍去拍攝人 你對那個空間 或者對那個城市 那個感覺是否有 即是可能 跟著很多人 跟著他們走到很多不同地方而來 其實我對城市空間的感覺很深 因為本身 其實我自己本身 都是讀環境保護學 出身的 所以 一向我都很專注 人和空間 和城市 和自然那種關係 所以 一直這樣做作品的時候 其實都是跟隨著這個大的方向 去到沒有分寸的城市的時候 都是說人在香港的城市空間 地景的一些荒謬 或者一些比較有少少 看到和大自然有一種角力 也都會看到城市發展那種無奈 如果人在裡面 我突然會想起 譬如在這個展覽裡面 那些牆上的字 都有很多引用阿巴斯的樹 即是一個消失的文化 其實那時候在書裡面有說少少建築 但未必有我們現在 即是說外面 全部人都懂得說 即是說香港的城市空間 是經常都好像消失的 這些東西變幻得很快 我想那時候沒有人 真是很有系統地去捕捉這件事 是嗎 我覺得自己比較幸運 是 不知為何 那時候年輕力壯 就很有系統地 不斷去想很多 香港 關於香港的一些地景的作品 城市空間的作品 去拍 我最記得開始就是拍 1994年開始拍 西九龍田海區 嗯 其實一邊拍的時候 自己對攝影那樣東西 都有很多改變 即是譬如你 你用甚麼相機 你用甚麼perspective 即是你的視點是怎樣去拍 那樣東西 可能就是由很近去拍攝人 那樣東西 那個空間感沒有那麼強 一邊抽離 遠一點去看一個地景 我覺得這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很明顯去拍攝人 整個設定會很模糊 是 你要很移動 是 但是 其實我覺得那個關懷是同出一切的 即是說 你想在1997的時候去拍一些 在大論述裏面沒有關顧的小人物 嗯 但其實在大論述裏面 都沒有理會那些我們現在 會說是很市民的 或者很邊緣的空間 其實那些地方呢 就是反映香港的變化 那我 我都很好奇 原來西九龍田海區那個 那個是更早過後來 沒有分寸的城市 是 是 從1994年開始 我想問一下 那個背景 就是說 你是踩進去的時候 已經想著 這個計劃會是 很長遠 很有系統 還是怎樣 第二個問題就是 當時的西九龍是怎樣吸引到你走進去的呢 還有 譬如外面是否已經有人看到這個地方 或者在說這個地方 其實剛剛拍的時候 真的沒有想著一個系統去拍的 只不過是很偶然經過看到 覺得 哇 這個地方很奇妙在香港 還有一種心態就是 一直做下去的時候 覺得 不紀錄就沒有了 因為那個空間只是一個暫借的空間 一個過渡期 它根本上會從一個沙漠 然後就會變成一條高沖公路 變成一條城市 其他project都有一種牽引力就是 那些地方我知道又很快會消失 或者很快會變成另一種面貌 而在它未變之前 或者在它形成那一刻 其實我覺得很有一種意義的 對於香港整個歷史裏面是甚麼意義 它可以講到當時的文化 可以講到當時的經濟 那個意識形態 尤其是 我經常覺得 那些人的心態 究竟想怎樣去發展 怎樣用甚麼方法去發展 以及怎樣去 將那件事越變越大 但是另一方面 我又看到 當這件事越變越大的時候 另一邊一定會越變越少 這是一個宇宙的定律 當時我就很想講 其實這件事 不平衡的事 其實是 會對將來 會帶來很多問題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人類 是應該要 作為一個城市的人 我們其實 城市 如果你真是天天好像 宜魂都市 一邊 你會很混亂的 你的記憶裡面 已經是沒有一些落腳點 我經常覺得 記憶有一個拋一個鬧 在一個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個鬧 令到你可以 更加回望自己 過去 一路看回自己 原來我經歷過某些事情 我在這個地方 曾經做過甚麼 我完全不是反對城市發展 但是我覺得 應該要平衡所有事情 對城市發展 剛才我們說起 你被一些 當時可能都是一些邊緣的 或者是被遺忘的空間 引你去拍的 如果西九是 即是 西九龍填海區 是一個地方 引你去做了很多年 但是這個 沒有分寸的城市 就是很多地方 好像你走遍香港 一角落 就這樣看下去 可不可以說少少 即是說 這一輯相片的緣起 以及 我自己就覺得 它是最有系統 最有系統的 去說香港城市空間的質地 那個特質是怎樣的 其實緣起這個地方 都是因為 90年代 沒有網絡 你不會上網找到很多資料 我們通常都會去台灣 看別人的攝影集 看到喜歡就買回來 那時候就受到一些 美國新地質攝影師影響 就是New Topography 是的 所謂New Topography 就是有一種 冷幕一點 冷眼旁觀一點 去看過城市 或者是在很多 其實在不同地方空間裡面 你看到一種內在的邏輯 在他們之間 而我想你剛才就說 那種內在邏輯 你看到就是一種荒誕 那那個荒誕其實是怎樣的 其實我當時很強烈的一種意識 就是人的貪戀 人的貪戀會不斷製造很多 很不必要的東西 而去達到最終的目的 都是賺錢 那時候的心態是很強烈 有一種利用攝影去控訴 對 我想我特別觸動的是 你說二秋想改的名字 都是很好的 就是《沒有分寸的城市》 我想是 我沒有在其他文學作品 和藝術作品裡面見過 這樣去把《沒有分寸》 和城市擺在一起 那時候有沒有說 一想就是靈機一觸就是這個名字 你覺得一定是 很難想 想名字是我最大的功課 其實 那時候最厲害的是怎樣呢 去書局看書 看看名字 哪些刺 當時很記得就是 沒有什麼分寸 我們做人 好像香港人 即是香港一個城市發展 那就 對 沒有什麼分寸 就把他扔下去 那個字 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件事好像超出了 九十年代的主導討論 即是說 它不是說身份 不是說回歸 不是說香港這個城市的 未來 反而是抽出來多些 去說一些 我們叫做 即是說 你去說那個《有分寸》 不只是城市的發展 甚至說到人心 說到我們怎樣看 生活 經濟 這些課題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們比對來看 這個《有分寸的城市》 還有 你路人甲月餅 兩輯 一個只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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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只有空間 一個只有人 一個只有空間 好像組成了你的 九十年代兩個 兩輯相對很大的 我覺得在藝術上 才是一個很少有的探索 你好像做了兩個極端 在短短幾年 遂之後 再接著 結束 梅子 那 reasonably 錯誤 不可能 恥 請允許 我